二場四角藍燭邀請賽 也隨即上演阿根廷對中國 阿根廷黑虎淺藍色直鑑球衣 場銀數剛剛多過一萬人 連接收入接近82萬 場面一般 預料決賽日應該會更多觀眾 這個球阿根廷首先有接球開出 很可惜了 這十四個球員高樂圖頂起來 沒有巴西十六球員那麼有收穫 比賽開始了的時間 打來兩場比較 這一場比較亂了一點 但是速度很快 阿根廷有機會 有十個球員好球之後 杜明古斯交給羅沙爾斯 射入了 這兩個球員在賽事裡 我們感覺非常有默契 阿根廷的九號球員羅沙爾斯 接應杜明古斯的妙傳 真是交得很漂亮 射得真的很漂亮 兩個球員都是抵讚的 阿根廷領先1比0 真是比得很漂亮 而且擺在位置中 中國隊的後衛 張瑞想趕到巴西的時候 始終是慢了 是幾馬的距離 1比0阿根廷不認識 阿根廷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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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領先在聊天 阿根廷領先來選擇 這都是未來的大局局 應該是 這個左腳翻得很漂亮 攻了就可惜了 射得過了 這個球 看這次的攻勢又怎樣 一彈 一彈 是否以為呢 有人呢 就是跌在那裡 球證呢 就 崔庭了先 砍到喔 可能呢 兩個轉身的時候 砍到喔 所以佛呢 這個阿根廷 走開 這個佛球好漂亮啊 由五號的徐亮呢 射入這個佛球呢 是追成1比1的 這個佛球好漂亮啊 香蕉色 香蕉型的魚型佛球 來看看 一邊篩 篩到呢 還沒底 入網 1比1了 那角隊呢 是追成平手啊 一路篩到這邊 碰到一下的 但是那個球呢 很漂亮 結果呢 就是追成1比1的平手 那這個是沈長叔 中國隊青龍軍有爆連啊 好啦 中國隊來了 這個呢 黃新恩 黃新恩呢 是 跌了落地球 最比...什麼啊 十二馬啊 可能是 看看是不是先 還要比牌呢 啊 比張黃牌 看看慢鏡是不是勾到 一拉過來 是啊 勾到腳尾啊 左腳勾到對方 左腳腳尾啊 勾到 整張黃牌 你看看 勾到的呢 就是高樂圖啊 好 十二馬的主席呢 入網啊 2比1啊 那就由這個 張耀坑呢 射入這個十二馬呢 是 中國隊呢 後來追上了 然後呢 還有很多攻勢啊 中國隊看如何啊 好啊 這個狀場漂亮啊 曲球 大腳腳來啊 哎呀 好歸巧啊 這個球他不勁射 輕輕的 一切球的球就凹死了 好球啊 曲球這個球呢 智取啊 3比1了 似乎這個戰果呢 非我們賽事二人所及 那的確是因為阿根廷的青年隊呢 在這個細青杯呢 是過去都很有成績的 那相反中國的青年隊呢 在細青杯呢 就沒有完全的戰績是支持的 那但是這一場賽事呢 這個中國隊打來呢 雖然很落後呢 但是很定蕩 你看到谷波這個球 入得真的很乖巧啊 很多都想不到呢 他這個時候呢 他這個時候呢 要賣嘴的是chip的球 那這個球 他一個隊友做過狀場很漂亮啊 他自己一推加速 那他在這個 難得他用右腳chip的球啊 這位抽賣 有左腳可能做一個拉攻 但是他用右腳chipchip的球 真的呢 是充滿足球智慧啊 結果中國呢 就三杯擊敗阿根廷 獲得是進入 今天下午的決賽啊 今天下午決賽呢 中國由中國和巴西呢 是爭取了冠軍的 而我們在比賽台呢 晚上十二點二十分氣 都要是播放 今天下午比賽的精華見段 大家要留意啦 至於上星期和大家玩的 問答遊戲 答案就是日本 中國巴西阿根廷 而這三位朋友 終於得到 Umbrose款運動手錶一隻 價值一千二百八十元 香港隊積極備戰 世界杯外圍賽 上星期就和港聯 進行一場練習賽 雖然說是練習賽 但是打來也很認真 他都差到的 繼續比賽 這次輪到巴西的進攻太亞高 第一個狀況過來是卡卡 右橫傳 很多人參與這個助攻的 是卡卡卡 搬路 在右手邊 已經是接近 是 近距外圍的了 把這個狀況進去中間 跪爛到 射個強勁的地球 又是邪速的 那名進率的封面 尺少教祖之前 譚加坦的球 就較為越目之外 其實巴西的名進率 射門的名進率 都不高的 很明顯 現在對著龍門 其實挺容易射的 最低要求 就是希望射中這個龍框 不一定說要入 但是也不行 距離大概是 都不夠三十馬 差了十幾尺就出界 直至到目前為止 我都說過 兩隊射門 都不是很值得人欣賞 好了 這次旅程寶 給我這邊 看看你射得如何 這次是近磅 拿遠處 但是又拿得盡頭 卡卡拿遠處 射到遠處 但是呢 也近磅 可惜又是斜出的 這個球 拿遠處的 他都聰明了 拿遠處 柱邊滾出底線 還有一次 給了過來 拿遠處是正路的 這個球 可惜又是稍稍斜出了 好 好了 到這裏 我們聽聽客戶的話 回來看看繼續的比賽 小寶爾 小寶爾錦環鄉 結果想完 仍然都沒有紀錄 不過呢 埋門的鏡頭 已經越來越多了 看看哪隊可以 在埋美呢 就可以呢 一舉即敗對手 拿到冠軍 張耀均 站在中間 巴西球員頂了出來 張耀均再彈給隊友 張阿琳 打到左邊 那個賣得多漂亮 但是馬坤洛斯頂了出來 佐利巴迪斯達 加交給隊友 這個球呢 就是三個打三個了 遠處有泰亞高 給了泰亞高 看看能不能達力 原來近處這個八號 迪奧高呢 參試更好 可惜呢 他自己是撞了左腳 撞了出界的 當時的情況呢 對中國隊來說 非常之危急 武漁衛 有交給伊莉 而泰亞高呢 就在第二條處 近處就有八號的迪奧谷 任他給的 如果給過頭球呢 泰亞高呢 是更好參試的 但是給地球出來 也不差 自己掌握不到自己的事了 中國隊呢 逃過這個大難 看看有沒有後腹 曲球 比呢是嚴嵩 然後交給呢 是右翼位的黃勝 担過呢 不高不低的球 中間挺難拿的 那麼巴西島的解圍呢 亦都是落在這裡 除兩核足 跟著慢弓射回去 哎 這個馬斯奧呢 很穩陣的 就是 一點大意都沒有的 阻止了 中國隊任何一個 都拿到角球的機會 那隨亮的射門呢 真是一著的 是今次的這個 四角青年藍燭邀請賽中 看到的了 那麼 那馬斯奧這個球 這個球呢 是稍微大意一點點呢 就可能呢 就會輸角球 波就不會輸的 就肯定會輸角球 交到空位那裡 看看是怎樣做了 哎 這個球呢危險了 給了是這個伊利搶發 重大呢 吃了新位 但可惜伊利呢交失 嚴嵩再斬過來 被曲過 曲過一個過頭的球 給左邊的隊友 左邊的球 又是被馬斯奧救出來 哇 這個球射得真是漂亮 很難救的 因為射到地球 彈地而起的球 這個黃新鷹 只有望天輕探 實在射得很漂亮 不過真是很伸手 馬斯奧 我看這個鏡頭 就覺得黃新鷹有多小的圓滑 不要緊 剛才沒有比 當然是再去 直去的 射到射得很漂亮 彈地 很難救 但是真的又是被馬斯奧救出來 這場球 就是最後最後 中國隊不能的 開記錄 馬斯奧真是佔最大功能 不過開出頂到 4號 黃新頂到 頂到 如果壓低一點 又是入球 原來下半場的賣門機會 大家都有 多於上半場很多 這個球是頂到的 對方的守門員 馬斯奧手持 打不到反圍 就被黃新頂到 可惜了 可能是身體大加搬撞 關係 重心 就不是 拿得多好 頂高了 好了 巴西奧來了 右手邊 看見安哲盧 比比了前面 李安納道 已經上了陣 這個球員 高球解圍 哇 心學一招 浪跡 給回一下 好東西 人造中連過兩關 哇 是 好了 扯過來 左手邊 比中安達神 一射 守門員拍出 幸好你扣了 腳就是這個球 如果你馬上射入 可能在連軍之中 被他射入了 都很快 現在輪到中國隊的反倒 大家 一解圍之後 急速來一個反國 所以比賽 打到現在為 仍然是很快速的 你看看這射 撲出了 安喬 幸好你扣了腳 被這個十號球員 摺到你 還頂著彈地 把彈柱入 好嗎 這個祖利奧巴迪斯達 身材很高大 打中場 一點都不止 二十歲以下 入到一球之後 又見到 巴西方面 有另一次攻勢 射門 李安納道 但是被騰谷 楊介 日本的龍門 救出了 其實 在上半場 打得最搶眼的 巴西球員 這位十一號 就是泰亞高 據時他試對方三號 中閘風太 無人 無物 我這個球選擇 做得好 不知為何 日本的球員 突然落地撐球 根本不可能撐球 然後中路的 這個是泰亞高 好球的人 突入 快腳突入二比零 在上半場完場之前 兩分鐘 巴西再下一城 這個球員 日本的首位很奇怪 這個球員沒有可能 散到球 他撐球 即是自暴其短 亦都令自己 沒有翻絲之力 結果傳球的中路 又是泰亞高 再下一城 2比0 巴西在上半場 亦都以這兩個入球 領先日本隊 變成下半場 比較容易應付 好 這就是日本的勇者 好了 下半場的比賽 看看落後兩球球 日本隊又如何 15號的石川正弘 彈來中低 這個仗場的入球 很漂亮 先搞定 這個球很清楚 結果由石川正弘 追成1比2的接近紀錄 落後兩球球 追成1比2 應該有些希望 看一看 這個球很狹窄 他的腳快腳扣了他入網 1比2 藍3的日本 還在漏一球 到巴西的進攻 在左路 先快採程 這個球沒以為 出到就漂亮 出吧 哎呀 你射指不太好 他説美主那個 想我補射一腳 又是 躺過來這邊 最後由 奧安特晨 想我撿了他入網 誰知是撿不到 這個球看看 給出來 扣後好 不要射 這個球 哎呀 先由領安納道 撞射 撞到這邊 亦都沒有辦法 進入球 仍然都有一球球在手 黃先生 巴西隊 范美一慶 給到直線 過來這邊 看看 第九局的人 就是 撈過來中間 撞射 追成2比2的平手 這個范美一慶 看日本青年軍 追成2比2的平手 這個球 那就好看了 看看這個球 底線出得很漂亮 通關渠過了 扣回來中間 快腳 直接掃把腳撞射 這個球 爆陷了球 數到地球 底線相當漂亮 大九寶家人 出的球也漂亮 最後由范美一慶 掃把腳照入了 雙方2比2打成平手 這個時候 日本還有機會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球團傳出來後面 過了 撐回來 這個球是彈了 但可惜最終 區野有一射的時候 那個球射過了 他沒有說是包含的球 那球就短高了 這個球你見到 是大九寶家人 是射回來的 好漂亮 好 又到你 這個球 漏得漂亮 看看擺不擺得到 但可惜這個球 是由伊里蛇吃死了 這個球 拿角度也對 射回去美柱 可惜吃死了 這個球 漏得很漂亮 這班球員 真是二十歲的球員 拿鐵當中的球 真的相當高水平 結果雙方2比2 打成平手 那麼岸賽 要射十二馬 沒錯 巴西的祖里奧巴迪斯達 這個射大九球 就是眾主的彈珠 很可惜 這個曾經在比賽中 頂入第一個入球 巴西總統球員 就是煙黑 有是宇田憲斯 與其日本的十二馬 亦都是中微底的彈彈出來 即是說 第一輪的十二馬 大家都是不入的 大九球家人 在賽事裏面 亦都是打得很搶劫的 一個日本球員 他的射門 就被對方的龍門 馬蕭救出來 馬蕭在賽事裏面 表現出來的感覺 就是伸手非常敏捷 反應很快 還有很夠彈力 打個龍門 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 被人的印象 很有感 輪到巴西射了 一趟之下入了 令到巴西領先是三比一 這一輪 日本的球員 如果是射不入的話 日本將會 只可以爭奪這個貴軍 那麼 是新奇和和幸 哎呀 真是又是被馬蕭救了出來 十二馬定勝負的 這個是環節之中 馬蕭得意 也是被擊敗的日本 可以進入 星期日的決賽